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道吧 是啊 你们听阿通他怎么讲嘛 这依我看啊 反正你们也搞不懂正确的戒指到底在什么地方 那也只有申请见戒这么一条路可走了 这既然嘛 你们都已经都收到了这个地级图重测的通知书啊 那也该知道他有些什么好处 那么刚好呢 也利用这次机会啊 把这个问题好好解决一下 以免呢 老师为着这戒指的问题啊 也影响了大家的和气 大家的感情也弄不好了是不是 那这样子是最好了 那可是这重测人员 他会帮助我们找到正确的戒指吗 像你们这种戒指的纠纷啊 重测人员都会根据有关的地级资料 协助你们双方同意 然后再找出正确的戒指来 嗯 要是我不同意戒指的位置 那又怎么办啊 哦 如果不同意的话呢 他们就会通知所有权人在地政事务所协调 如果再不同意呢 就会经由县市政府 地级图重测戒指纠纷协调会呢 来协助调解这个问题了 哦 那阿同伯啊 这个问题我现在就了解了 咱们 虽 Homeland 员